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欢唐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这个课堂上 那么记得呢 如果你需要教材 那么就请到这个我的 这个博客员 就是我的博客来下载 那这个内容呢 都是来自呢 我在台湾出版的这本书 叫做台湾叫做物件导向技术 然后呢 大陆翻译成叫做面向对象技术 那么我们基本上 都简称叫做OOP 那这个是我们整个Android的 还有背后的语言 Java 这个C C++ 那么所依赖的 这样子的一个基础 那即使呢 就一般的C语言呢 大家都认为他是没有OOP 那么高老师呢 仍然把它加上去了 所以呢 我们也把它称为 叫做OOP 所以呢 在这课程上面 你会看到 高老师的节奏 就是把OOP的概念加上去这个C语言里头 很好玩哦 OK 那我们现在在第一张我们就来介绍OOP的基本概念 帮你建立出这一个很好的这一个软件开发的基础 这是目前所有软件开发的必备的基础 OK 好 那在这一张呢 我会帮你介绍什么叫做OOP 那这个里头呢 这个O 就是OB的意思 就是OB的意思 那这个 这翻译什么叫对象 对象 那对象呢 去哪里找 就在哪里 可以看到对象 还有 因为找到的对象很多啊 很多啊 所以呢 就把它分文别类 所以就跑出一个class的概念咯 好 我们要给它分文别类 所以就跑出一个class的概念 好 其实这个class的概念呢 是从那个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就 就来了 就是 这个分类 好 分文别类呢 就是从那个 这个柏拉图 就是 这一个从这个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 这个从这个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 那个时候就就已经有了 OK 那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介绍 Android在UI UI又有很多对象啊 像这个button 按钮 就是像button 就是一种 UI上面的对象 那对象可以组合在一起啊 比如说 啊 这一个button 那 可以在另外一个 这一个 啊 像放在这个listview里头 像Android有这个list 那里头呢 可以放checkbox 啊 checkbox 那这个 也算是 啊 也是一种UI的对象咯 所以这是 大的对象 里面包含了 啊 几个 啊 这里头可以写文字 啊 比如说写到的 啊 所以这叫textview 所以两个 啊 组合称 一个比较大的 啊 所以这叫做 对象的组合咯 啊 对象的组合 OK 叫aggregation 啊 继合或组合都可以 那组合呢 总之组合本身就是一个 啊 机制呢 所以我们这个啊 又定义出一个叫做组合型的 这个类 这个类的这个类别 啊 那这class又称为叫类 或者是类别都可以 啊 class呢 在大陆简称叫做类 那么台湾呢 啊 比较称为叫类别 反正通通可以 我们 基本上 就 看哪个时候 啊 发音比较 清晰 我们就识哪一个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中文是来自诗经嘛 就是 对音的 啊 啊 这一个用词很重要 啊 就是音会不会顺 啊 那么这个 就决定我们 应该是用哪个名词 所以我就 不计较于 啊 这一个用哪个名词 我只要音顺就好了 OK 那这里会告诉你 怎么去定义自己的 啊 这一个对象 啊 怎么去修正 已经有了对象了 所以呢 我们首先 来了解什么叫 OOP啊 那OOP基本上 就是要让软件跟自然界 自然界呢 就包括这个企业 包括这个自然界 就包括这个 企业 也就是自然界 企业界里头的 这个对象 啊 的这一个行为 就是动作 啊 对象 他会有他的动作 啊 他会有这个动作 比如说 银行里头的提款机 诶 可以吐出招票 对不对 可以出进去信用卡 诶 那这个就是 企业 那种 有个这个提款机 叫做ATM Machine 提款机 那提款机呢 就会有 这个 吃进去信用卡 或者 银行卡 然后呢 会吐出钞票 这就是他的行为 所以对象的行为呢 会交互的作用 啊 这个ATMachine本身是一个对象 但是 卡片呢 啊 银行卡 也是一个对象 所以这个他会 这个会把它吃进去 所以 这个对象之间 会有交互的作用 就是 银行卡 还有 这一个提款卡 提款机 这之间会有交互的作用 然后呢 甚至呢 这个 呃 钞票 对不对 啊 这个 啊 钞票 钞票 或者 Coin 啊 或是这个 呃 硬币 啊 那这些东西 也都是 都是对象 啊 这个呢 也 也是对象 也是object OK 所以呢 这些东西都会互动 造 创造的 多彩多姿的大自然 那么 软件的对象 就是 就是在电脑之外的 那 在这电脑之内的软件的对象 也是 自然界对象的抽象的表示 也就是说 在电脑里头 有软件的对象 来代表着 啊 我们身边 自然界的对象 啊 那因为 在软件嘛 他是眼睛看不到的 等等的 这些对象 我们这个叫抽象的 那么软件 就逼真的 表达自然界的 实际的景象 啊 这就是 OOP的一个宗旨 他的目标 就是让软件的对象 来表示 自然界的对象 所以让软件 能够很逼真的 表达自然界的 这个真实的景象 因此 人们 心中所想的软件 跟眼中所看到的世界 是一致的 啊 就是让人们心中 所想象中的软件跟眼睛所看到的世界 是一致的 那么这就是整个 OOP 啊 很重要的精神就表达在 这一个 这个计划里头 啊 表达在这一计划里头 所以软件是自然界 实际状况的 啊 现实状况的 现实景象的一种抽象 啊 那么 简直而言之 它能够帮助人们 了解这个 真实的 啊 景象 基于现在 这个变相 这个对象的 这个 技术 也就是OOP 啊 在写软件的时候 啊 在写软件的时候 对象就成为 我们脑筋里头的主角 啊 当你看到这个代码 看到我们在写的程序的时候 心里充满着 对象的影子跟概念 而不是 很多很多 啊 这个逻辑等等的 它反而是很多对象 在互动 很多对象 在互相交互作用 啊 所以一想到 这个ATM machine 就想到 它吃卡片 图钞票 啊 然后图coin 啊 那这 每一个都是 对象 怎么互相的作用 所以呢 这一个 函数 跟数据 变成对象内 的一部分 就是原来 我们像在 西语语言的时候 都是写函数 还有定 这个数据结构 那现在呢 都变成是对象 的一部分 就是 对象把 函数跟数据包起来了 啊 就成为 它对象的一部分 是配角 而会主角 就是对象变主角 那函数跟数据变配角 啊 这样子 所以 程序设计的核心工作 就是在描述这个 这个对象 组织对象 安排对象的浮动 啊 就如从人是社会中的主要对象 社会 是 有组织的人群 人们之间 会互相沟通 互相协调 那么软件的世界里头呢 对象就是主角 所以我们 所谓 编程 所谓 开发者 就是在 描述着对象 组织的对象 安排对象的沟通 啊 那就像 人是 社会中的对象 也是企业中的对象 那么老板 啊 这一个 经理人 就是在 啊 这一个 帮企业 变成是有组织的人群 那么他们来 来这个 安排 这个一个企业里头 人员之间的 工作 啊 以及 开会 沟通 以及 协调 啊 就这样子 那 因为呢 软件世界 中的对象观念 与实际社会中的观念 是一致的 所以呢 OOP的概念 使软件 世界 跟现实世界 距离缩短了 这是 OOP很重要的 一个 啊 价值 跟他的任务 是 这是 OOP技术的重要特点之一 因此呢 函数 是古典的功能 导向 这就是在讲 西语言的时候 啊 函数呢 在西语言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核心的 一个观念 那时候叫功能导向 啊 或者是 面向功能的 它在一般人们心中 并不是一个很熟悉的 而是数学里头才有的概念 所以呢 大家学起来就比较辛苦一点 OK 辛苦一点 因为 啊 西语言的主体 主要的 啊 是 模块呢 就是函数 那么它是 只有人数学中写到的概念 而不是人们心中的 一般的概念 因而让人们 对软件感到陌生 那么现在 在面向对象的技术当中 实际的社会的对象 人 汽车 股票 啊 这个U盘 啊 等等的 账单 房间 学生 教室 通通是 我们软件设计 软件开发者 脑筋中 的对象 也是 软件中的对象 这都好 就是 然后 我们开发者 脑筋中的对象 还有人们 一般人心中的对象 还有 程序里头的对象 因此呢 不论老板 或者是 这一个 开发者 他们脑筋中 最充满的 对象的影子 而这些对象 都为人们生活中 真正活生生的东西 因此呢 我们就应用 这些 所熟悉的概念 来 让软件 能够促成 软件的使用者 就是user 跟开发者呢 有一致的心灵 共同的感觉 这让我们 人们呢 就会对软件呢 更容易掌控 那会 用起来 不舒服的话 很容易 就可以对应出来 哪个地方 应该改进 改了之后 就会更满意 那么 设计师呢 开发者呢 会更了解 用户的需求 因此呢 实现的 这个相关人员 有一致的心灵 共同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 也是 就是OOP的 一个重要的任务 那么 我也想 希望 透过这本书 把你交 交汇 让你未来 在你的软件世界中 可以 继续的 追求这样的一个目标 让你的软件 使用者 跟设计者 就是开发者呢 能够达成 一致的心灵 共同的感觉 OK 那我们 现在来 看看这个 哪里去找对象 刚刚说 我们 这个现实社会中 有一大堆的 对象 也包括呢 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有人 汽车 股票 账单 房间 学生 教室 老师 通通是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 怎么去找他 OK 开始写一个 软件的系统 或程序的时候 那么 第一件会出现在脑海里的问题是 对象那么多 到处都是 那 什么样子的对象 跟我们的系统 或程序有关呢 例如在设计 Android的歌曲 播放时呢 那么 第一个 你从这个文字上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歌曲 就是一个重要的对象 先找这个名词 这个名词 所以这里的名词是歌曲 播放是动作 播放是动作 OK 所以播放是动词 所以从这基本概念 就可以找到啦 那么演唱人 联想 歌曲呢 就会有他的演唱人 还有发行的公司 这个也都是重要的对象 重要的对象 一般而言 最常见的 就是 从这个我们的有关的文件 就是从文字上面 可以找这个线索 可以找这个线索 比如说刚刚的 播放音乐 有没有 所以 这个播放歌曲 那么歌曲就是 重要的线索 然后可以隐身到 他演唱人 公司等等的 这些 相关的 所以呢 第一个重点 就是人 我们可以先 找到 在这个情境之下 人发明什么角色 像people 人是任何系统中的重要角色 他是最容易找到的咯 例如说歌曲 只有奏起人 演唱人 那么每一个奏起人都是对象 每一位客户 也是一个对象 那么地点 就是人事时地物 人事时地物 那么地点呢 也是 一个网站也是 然后 这一个 各影片的拍摄地点 放映的地点 也都是一种地点 他也都是 跟这个有关的 这个对象 还有事情 可以摸得到 看得到的 食物 那这个 比如说 这个歌曲 影片 那么都是 还有基本 场景 等等 都是 这一个相关的事物 都是可能的 这个对象 那么 事件 当事件发生的时候 我们要记录他 这个时候 事件本身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象 那 这些对象呢 在这一个 记子里头呢 常常是 以动词 或者 英文叫动名词 就是由动作 转变出来的 这种名词 那记录的 就是代表的 这个动作所发生的 这个事件 比如说 今天 共有三只影片上市 那 上市这是一个事件 是一个事件 所以这个 把记录起来 所以这个会是一个对象 订购了三只影片 那订购 跟 上市这个事件 都是对象 比如说 手机上点阅的网页 每次的点阅 也都是一个事件 那么 也都是一个对象 他会记录相关的 数据 就包括谁点阅 点阅哪个网站 点阅多久 多久离开 这些都是 事件 然后 都是一个对象 都要去把它表达出来 那么还有概念 比如说我们构想中的 这个计划啦 啊 等等啦 比如说 嫦娥 这个不是实体的东西 但是是概念 这个也是一个对象 也是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的 心理上面的构想啦 这个 企业规矩 企业计划啦 我们的 明年的销售 的文件啦 等等的 那都是这一个 啊 概念 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对象 啊 这样子 例如那 Google对公司呢 对浏览器的行为 而得知客户的偏好 这个偏好本身 就是对象 在这软件 现在你一定都 像的软件 开发车类 每一项车类 也都是 重要的对象 还有外部的系统 这个系统呢 啊 包括数据库 啊 包括这个 啊 云的 部分 啊 包括这个 啊 数据库 然后呢 啊 网页的系统 啊 浏览器 啊 这个 沟通 啊 那么 数据库 那么 浏览器 都是对象 啊 等等的 那对于 数据库来讲 浏览器是外边的 外部的设备 所以是对象 反正呢 对浏览器系统而言 数据库 是属于外部的设备 所以也是对象 还有组织的单位 例如影片的 管理中自变厂 还有市场的 营销单位 等等 都是对象 都是对象 还有结构 比如说 我们UI里头的 某个画面的数据按钮 那么画面呢 这种组合 比如说 刚刚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OK 那里头 一个 这是一个UI 里头有List View List Box 然后里头呢 有个 check box 有个 文字的 那这个结构 本身 就是一个对象 这结构本身 就是一个对象 OK 它就是一个对象 以上介绍的 是很常见的对象 一旦找到了 这一群对象 就必须将它 分文别类 把它归类 了解的这个类别 就是class 就是把它归到 不同的 就像在学校一样 这个 把学生呢 分成很多个class 叫做班级 对不对 叫做班级 也叫做分类的意思 OK 分了一人二班 一人三班 再把它组织起来 把它组织起来 比如说 一人二班的 男生配合 一人三班的女生 配合出一个啦啦队 把它组织起来 例如在Android的UI 这个画面 就有这个 View 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 它扮演不同 的这一个对象 它可以给它分类 有的叫做 叫做ListBox 有的叫做 Button 有的叫做 LinearLayout 等等的 例如说 刚刚所谈的 ListView等等的 那至于怎么样去做分类 分类呢 就是从这个class这个字 classification 那就是 怎么分类 就是OOP里头呢 一个很重要的 管理人技术咯 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个对象 归成很多个class 比如说 我们有提到过的 这个 这个车子 这个车 然后呢 这是一个类 那我们就把它分成很多小类 其实有时候也蛮简单的 把它分成了 几捕车 几捕车 这个类 那它就有很多很多 几捕车 对不对 然后呢 有Truck 卡车 Truck这个类 等等的 那有这一个 Bicycle 自行车 Bicycle 有这个 所以呢 他就把它分类 这个叫做 Cvalification 就是把它 花 分类也有 玫瑰花 易金香 这个梅花 等等的 那这就是 一行以前 柏拉图 亚里斯多的 这个苏格拉底 那么三大哲学家 开动的 开始 这个 开始谈论 怎么对 世界中的 这样的一个 天地之间的 万事万物 做分类 那就是从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斯多的 那个时候 就已经有 这个概念的 所以就把它 分成 借文 钢目科 俗种 OK 等等 这就是 分文 别类 好 那我们 在 先休息一下 下一个小回合呢 我们就来 主要来谈 怎么去 分文 别类 所以我们就从 对象 就 引申出来 一个新的概念 叫做 类别 所以 这个叫做 Object 然后呢 然后呢 归类 就变class OK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咯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 等下来 我先休息一下 我先休息一下